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亂打》 我是今日主持呂昌能 歐盟日前通過了大福嘉征中國電動車進口關稅35.3% 不顧德國和匈牙利等成員國的強烈反對 又無視了中方多番提出的磋商 揭開了中歐貿易戰的序幕 商務部亦都宣布 由10月11日起 向原產於歐盟國家的進口版地走 徵收最多39%的臨時關稅 今次歐盟國家和中國的貿易糾紛 並非是貿易不平衡的問題 而是歐盟跟隨美國打壓中國 以政治的手段來操弄商業 先掀起了今次的貿易戰 商務部今年初已經展開了對歐洲有關商品的反傾銷調查 8月底初步裁定原產於歐盟的進口白蘭底酒 存在傾銷 令到中國相關的白蘭底產業受到實質的損害威脅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早前宣布 根據中國有關的法律 並且在中循世貿組織的規則 中方依法對原產於歐盟的進口白蘭底酒 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 商務部時隔超過一個月才公布 對原產歐洲的白蘭底酒加徵關稅 已是給歐盟有足夠的時間 檢視中歐整體的貿易問題 按商務部公布的反傾銷條例 由10月11日起 進口歐洲白蘭底酒的經營者 向中國輸入200公升以下容器的白蘭底酒時 就要按指定計算方法向中國海關 喬交等同臨時關稅的保證金 各公司要喬交的保證金比率介乎30.6%至39% 相當於每瓶的白蘭底酒價格 增加大約230-300港元 法國最積極支持歐盟對華電動車加徵關稅 今次中國向白蘭底酒加徵關稅的措施 法國亦首當其衝被針對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 上年1至11月 進口中國歐洲干一白蘭底酒 總值15.7億美元 當中幾乎清一色原產於法國 內地媒體也指出 中國2023年全年度 干一白蘭底酒的進口量 很有可能超過美國 勝為全球第一市場 中國對歐洲進口的豬肉及豬副產品 亦採取嚴格的反傾銷調查措施 中國去年由歐洲進口的相關產品 總額達到60億美元 西班牙佔四分之一 約15億美元 成為了中國最大的豬肉供應 而荷蘭及丹麥的豬肉產品 出口至中國的總額 亦分別是6.2億美元 和5.5億美元 歐盟國家上年進口到中國的 奶類乳製品 總金額就是18.4億美元 成為了部分歐盟國家重要的外貿收益 另外中方亦都研究提高進口大排氣量燃油車關稅等措施 以上由歐盟進口到中國的產品總值 大約都是8億美元左右 中國電動車上年進口到歐盟市場的總值 就高達341億美元 中國向歐盟產品加徵的關稅 只有歐盟加徵中國電動車關稅總額的三分之一 明明中國仍然都是受害方 但歐盟就聲稱 中國向歐洲白銀抵走加徵關稅 是毫無根據的報復行動 並將掃諸於世貿尋求解決方法 歐盟委員會又強調 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是公平而平等 歐盟先發動貿易戰 但就不准人家還手 實在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歐盟以保護歐洲汽車製造業為借口 對中國的電動車橫漫無理加徵天價關稅 最終都救不到歐洲車廠 歐洲車廠面臨的真正挑戰 是怎樣生產出價廉高質的電動車 甚至應該千方百計 引入中國的生產技術和投資 而不是霸道用加稅的手段來封殺中國產品 既然歐盟選擇用加稅來與中國硬對抗 那就不要奢望中國車廠回到歐洲投資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6點和大家焦點短打 拜拜 拜拜